没了 不错 不错 他手不错 酷 哥哥 哥哥 我家老婆 很厉害的 你 你搞的孩子 你做的好凶啊 让我去看 看 家老狐狸 你把孩子夹红了 好 喵喵 他真的生气了 你们在做什么 我现在把这些筷子放在一起 再放在一起 喵喵 我跟你说了 你不能在 在豆豆的玩具上画画 他还在椅子上画画 还在前缀艇上画画 还在窗户上画画 你怎么在做 收集证据 爹地 这球是哪里 好 你会在画上 你刚才说你不是 喂 喂 来 来 听我 听我 但是喵喵都这样了 我就不能反抗一下吗 不 然后 是我弟弟就无法看了 淼淼比你小多了 不公平 如果你在她的球上画画 然后她看到了 妈妈 因为我在那个 我盒子上画画 妈妈 不 不 试试 对 走 好 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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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哪 留两个孩子 好难啊 真的 这种好难 真的好难 好 现在你只是在我的手上 好 我应该在你的手上画画吗 淼淼 你是这样刚才在 豆豆的玩具上画画 是不是吗 是 豆豆的奥特曼上你画了 够了 你不用继续一直做 你不应该这样 两个还不是不应该那样 豆豆 豆豆 想哭了 他不问我 他就直接在我那上面画画 我又不用反抗吗 你得说得是 对吧 要发泄一下 不能 不能 因为有人对我们做错了 是我们都该反抗 我班上所有同学都这样说的 但是你其实是不是想让爸爸 都听一听你想表达 对 现在饭了 我们吃饭了 好吗 soy 你这个现在就想要 要顾一下 我的手 是 我不曾经 我留意 一个从来 一个水 杜哥 杜哥好痛苦 怎么了 我要等到你说我可以反抗 我才会拎一拎 非常有原则 你这个事情不应该反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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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苗苗比你小多了 是我弟弟就不能反抗了 是不应该的 悲剧 要是还是要是 还有个 吃不饱不能反抗 淼淼 你看到了哥哥生气了吗 看到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了吗 为什么 因为你在他的玩具上画了东西 他也画了球 他画了你的球是你画了他的东西以后 明白吗 这个我不会很怪兜的 你觉得你应该这样的吗 怪 都都是一个心里非常需要 所有的事情是很公平的 其实都需要 其实都需要 对吧 所以如果苗苗打了他 他一定要去报仇吗 打苗苗 我希望都会慢慢地理解 公平是一件事情 然后也要考虑到所有其他的因素 所以你觉得有些事情是说 别人划了你两下 你就划回去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对 是不可以解决 我觉得别人打你 你打他们 反抗来 反抗去 最终就是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如果你这么容易被其他的人控制到了 就是他们会这么容易让你生气了 那就说明他们可以控制到 所以他也需要理解这个 但是这个六岁的孩子理解不到 所以要慢慢地跟他谈这个 你第一次就要控制情绪 对 控制情绪 我这几天也经常在想 做这个全自爸爸的事情 在想中文有一句话叫 所有人都是有点像一个经济之娃 说实话 整个地球就是 所以多多懂的事情 现在是这么多的 我懂的是这么多的 我现在开始当全自爸爸 多一点懂我老婆 我老婆也多一点懂我 我们多一点懂事情 哲学家 哲学的理论 所以这些 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改了 就会更懂其他人的事情 只要去思考一下 我希望今天跟豆豆说 这个反抗的事情 会让他慢慢地理解 就是情况不少